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莫言的长篇小说《谈相性》第十八章 知线绝唱 寒暮圆产深山中 秋来开花血样红 行亭玉立十八丈 树中丈夫林中雄 都说那谈口清奇美人曲 奉歌谚语提交英 都说那谈郎亲切美资荣 抛过迎车传美名 都说是谈版清乐换新生 黎原弟子唱生平 都说是谈车黄黄 戎马行 琴时明月 汉士兵 都说是谈香缭绕 操琴曲 武侯巧计 宝空城 都说是谈乐本是佛家有 乐善好施 基因功 谁见过谈目绝子把人定 王朝末日 缺德行 小山子人头落地 白太阳促然变红 老赵甲提起人头 满面是做作出来的庄严表情 令人厌恶 令人作呕啊 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对着鱼 把小山子的头颅高高举起 鲜血淋漓 执行完毕 请大人宴行 于心中纷乱如麻 眼前红雾生疼 耳朵里枪炮轰鸣 这弥天漫地的血腥气息 这扑鼻而来的龌龊臭气 这显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大清王朝 于是气你 还是训你 举棋不定 犹豫彷徨 四顾茫茫 一片荒谬 根据确凿的消息 皇太后挟持着皇上 已经逃亡到了太原 北京城里虎狼横行 皇宫大内神圣庙堂 已经变成了八国联军 自意寻欢的兵营 一个把国都都陷落了的朝廷 不是已经名存实亡了吗 可是袁世凯 袁大人 按着国家用千万两银子 驯养出来的精锐部队 不去保卫首都 不去杀贼秦王 却与那洋鬼子一道 在山东镇压我血腥而狼 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连漏街穷巷里的顽童都在传唱 清不清风波声 圆不圆曹阿满 大清朝啊 你养虎一患 袁世凯呀 你居心阴险 你残杀了我的子民 保住了洋人的路权 你用百姓的鲜血 讨得了列强的喜欢 你手握重兵 静观待变 把握着进退自如的主动权 大清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你的手中 太后 皇上 你们觉悟了吧 你们觉悟了吗 你们如果还把它当成浮危解困的干城 大清的三百年基业必将毁于一旦 反攻自问 于不也是大清 死心塌地的忠臣 于缺少舍身成人 首刃奸臣的忠勇 尽管于从小读书击剑 练就了一身武功 论勇气 于不如细子孙炳 论义气 于不如花子小山 于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 是一个委屈求全的灿透 有时壮怀激烈 有时首鼠两端 于是一个瞻前顾后的银样辣枪头 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 在上司和洋人面前于言产笑 于是一个媚上气下的无耻小人 窝窝囊囊的高密支线千钉啊 你虽然还活着 但是已经成了行尸走肉 连临死前被下了拉了裤子的小山子 也比你强过了三千倍 既然没有顶天立地的豪气 你就像条走狗一样的活下去吧 你就麻木了自己 把自己当狗 履行你的奸行官的职责吧 鱼将换散了的眼神集中起来 看清了柜子手赵甲手中的人头 听清了他像表公一样的报告 意识到了自己该干什么 鱼急步行走到戏台前 撩跑甩袖 单膝跪地打签 望着台上的贼子和强盗高声报告 执行完毕 请大人验行 袁世凯和克罗德低声议论了几句 克罗德大声欢笑 他们站起来 沿着戏台边缘上的台阶走到了台前 起来吧 高密先生 鱼起身跟随在他们背后 向升天台行进 虎背熊腰的袁世凯和马杆一样的克罗德 肩并着肩宛如压路同步 慢吞吞地走向高台 鱼低眉垂首 但目光却一直盯在他们的背上 其实鱼的靴筒子里就有一柄利刃 鱼要有设定一半的胆量 就可以在片刻之间将他们赐死 鱼当初 只身入营 琴拿孙炳时是那样的沉着镇定 可现在 鱼跟随在他们身后 是这样的战战兢兢 可见鱼在老百姓面前是虎狼 在上司和洋人面前是绵羊 鱼连绵羊都不如 绵羊还能搅斗 鱼却胆小如鼠 站在了好汉子孙炳的前面 扬起脸看着他那张因为充血而变得格外肥胖了的脸 他的嘴里流着血 眼睛肿成了一条缝 因为缺耳使他的骂声有些含糊 但还能够听清楚 他大骂着袁世凯和克罗德 甚至试图把口里的血墨子喷涂到他们的脸上 但他的力气显然不够了 使他的喷涂变得像小孩子耍弄唾沫星星 他的嘴就像一个螃蟹的洞口 泡沫溢出 袁世凯满意地点了点头 高明仙 按照说定了的赏格 我银子嘉奖赵甲夫子 并将他们夫子列入造班 给他们一份钱粮 跟随在鱼身后的赵甲扑通 跪在通往升天台的倾斜木板上 感谢大人的大安大德 按说赵甲 你要仔细着 可不能让他死了 你一定要让他活到二十日铁路通车典礼 到时候还要有外国记者前来照相 如果你让他死了 就不要怪本官不讲友情了 请大人放心 小的一定会尽心尽力 让他活到二十日通车典礼 高明仙 为了皇太后和皇上 我看你就辛苦一下 带着你的三班牙役 在这里轮流指手 县衙门吧 暂时就不要回了 铁路通车之后 高明仙就是大清的守善之地了 到时候如果你还不能升迁的话 油水也是大大的 岂不闻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吗 任兄啊 说到底 我是在替你置献牧民呐 袁世凯朗声大笑 于慌忙跪在台上 在孙炳嘶哑的立骂声中 拜谢 感谢大人栽培 备之一定精之尽责 袁世凯和克罗德 向一对亲密无间的密友 携手相伴 走下升天台 袁兵和阳兵 促拥着袁兵的八人大轿 和克的高头大马 走出轿场 向县衙以礼进发 轿场上尘土飞扬 青石板条 铺成的大街上马蹄响亮 县衙已经成了 袁世凯和克罗德的临时官邸 通德书院 已经成了阳兵的马舅和营房 他们走了 轿场边缘上围观的百姓们 开始往前移动 鱼感到一阵迷惘 一阵恐慌 袁大人使才的话 在鱼的心中 激起了层层波浪 道士如果你还不能升迁的话 升迁啊 升迁 鱼的心中 升起了一线希望 这说明鱼在袁大人的心中 还是一个能源 袁大人对于没有恶感 简点起来 在处理孙炳事件中 鱼还是错置得当 是鱼支身深入敌债 以一人之力将孙炳升擒了出来 避免了官兵和阳兵的伤亡 在执行檀香型的过程中 与亲自挂帅日夜操劳 用最短的时间最好的质量 准备好了执行这个京式大型的全部器械和设施 换了任何一个人也办不得这样漂亮 也许 也许袁大人没有人们猜想的那样阴险 也许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忠良 大重若奸 大智若鱼 振兴大清 也许袁大人就是洞鸟 鱼不过是一个区区县令 遵从上线的命令 克尽职守 办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本分 至于国家大事 自有皇太后和皇上操心 鱼等小力何必越俗带跑 鱼克服了迷惘和洞摇 恢复了机制和干练 法号使令 将三班牙役分排在生仙台上上下下 保护着十字架上的孙饼 百姓们从四面八方拥过来 似乎是全县的老百姓都来了 无数的人面被夕阳浸燃 泛着血光 木龟的乌鸦从轿场上空掠过 降落到轿场东侧那一片金光闪闪的树冠上 那里有他们的巢穴 他们的家 父老乡亲们哪 回家去吧 回家去忍辱负重地过你们的日子吧 本先劝你们 宁做任人宰割的羔羊 也不要做奋起抗争的强梁 被这檀木角子定在生天台上的孙饼 你们的猫腔祖宗就是一个悲壮的榜样 但百姓们对于苦口婆心的劝语 置若罔闻 他们像浪潮不由自主地涌向沙滩一样 拥到了生天台周围 鱼的牙医们一个个拔刀出窍如临大敌 百姓们沉默着 脸上的表情都很怪异 让鱼的心中一阵阵发慌 红日西沉 玉兔东升 温暖柔和的落日金灰 与清凉爽快的圆月银灰 交织在通德较长 交织在升天高台 交织在众人的脸上 父老乡亲们啊 散了吧 回去吧 众人沉默着 突然 已经羞歇了喉咙的孙饼 放声歌唱起来 他的嘴巴漏风 胸腔鼓动 犹如一个破旧的风箱 在他的位置上 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到周围的情况 按照他的性格 一个处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人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 就不会放过这个歌唱的机会 甚至可以说 他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 鱼也突然地明白 拥挤到台前的百姓 根本不是要把孙饼 从升天台上接走 而是要听他的歌唱 你看看 他们那扬起的脑袋 无意中裂开的嘴巴 正是细迷的形象 八月十五光明 高台上吹来 田野里的风 孙饼一开口 就是猫腔的大悲调 因为长时间的吏骂和吼叫 他的喉咙已经沙哑 但沙哑的喉咙与他血肉模糊的身体形象 使他的歌唱悲壮苍凉 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鱼不得不承认 在这高密小县的偏僻乡村 生长起来的孙饼 是一个天才 是一个英雄 是一个进入太史宫的列传 也毫不逊色的人物 他必将千古留名 在后人们的口碑上 在猫腔的细纹里 据鱼的手下耳目报告 自从孙饼被擒后 高密东北乡出现了一个 临时拼凑起来的猫腔班子 他们的演出活动 与埋葬祭奠在这场动乱中 死去的人们的活动 结合在一起 每次演出都是在哭嚎中开始 又是在哭嚎中结束 而且戏文中已经有了 孙饼抗德的内容 安身受苦行 甘长岁 遥望故土 严寒泪 台下的群众中 响起了抽烟哽咽之声 抽烟哽咽之声里 夹杂着一些凄凉的喵 可见人们在如此悲痛的情况之下 还是没有忘记给歌唱者帮腔补调 遥望着故土 烈火熊熊 我的妻子 儿女啊 台下的百姓们仿佛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 他们不约而同的发出了形形色色的喵 在这大片的喵声里 出现了一声凄凉积悦的哀鸣 如一柱团团旋转的白烟直冲云霄 这一枪既是情动于中的喊叫 但也暗合了猫腔的大悲调 于台上孙炳的沙哑歌唱 台下众百姓的喵污帮腔 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刀钞 鱼感到心中一阵的突发的剧痛 好似被人当凶捅了一拳 冤家来了 这是鱼的挚爱相好 孙炳的亲生女儿孙梅娘来了 尽管连日来胆战心惊 就像一片枯黄的树叶在风雨飘摇之中 但鱼时时刻刻都没把这个女人忘记 并不仅仅因为她的身上已经怀上了鱼的孩子 鱼看到 梅娘分拨开众人 宛如一条鳗鱼 从一群黑鱼里逆流而上 人群油滑的往两边闪开 为她让出了一条通往高台的道路 安看到她披头散发 衣衫凌乱 满脸污垢 壮如火鬼 全没了当日那风流浇灭 油光水滑的模样 但毫无疑问 她是梅娘 如果不是梅娘 谁又敢在这种时刻 往这望乡台上闯 俺心中犯了难 俺心中费思量 是放她上台 还是不让她把高台上 一阵剧烈的咳嗽 把孙炳的歌声打断 在咳嗽的间隙里 从她的胸腔里 发出了鸡鸣尾音式的笑声 夕阳已经沉落 只余下一抹暗红的晚霞 明月的清凉光辉 照耀在她肿胀的大脸上 泛着青铜般的光芒 她的硕大的头颅 笨拙地晃动着 连泪的那根粗大的松木杆子 都嘎嘎吱吱吱地响了起来 突然 一股黑油油的血 从她的嘴巴里喷出来 腥臭的气味 在高台上弥漫开来 她的脑袋软绵绵地 垂到了胸脯上 于心中一阵惊慌 不祥的感觉像乌云一样笼罩心头 难道 她这就死了吗 如果她这样死了 袁大人会怎样的暴跳如雷 克罗德是如何的怒火万丈 赵甲父子的赏金将化为泡影 鱼的升迁也是一阵黄凉 哎 死了也好 死了也好 死了就让克罗德阴谋破产 她的通车典礼就会暗淡无光 孙明 你死得好啊 你死得爽 你保持了英雄的气节 为乡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如果你再活四天 你将忍受的苦难不可设想 钱丁 你在这种国家败亡 朝廷流浪的时刻 在这种生灵涂炭 血流成河的时候 还考虑自己的升迁 实在是卑鄙的狠 愚蠢的狠啊 孙明 你就这样死了吧 你千万不要再活 你早生天国 到那里去封侯拜将 赵甲和小甲从席棚里钻出来 一个提着纸糊的灯笼在前 是赵甲 一个双手端着黑碗在后 是小甲 他们迈着均匀细小的步子 流畅的上了通往高台的木板漫道 与正站在木板上的梅娘 擦肩而过 孙媚娘哀鸣着 跟随在赵甲父子的身后 扑通扑通的跑上了升天台 鱼侧身让到一边 让他们从鱼面前过去 高台上的牙翼 都把目光投到鱼的脸上 鱼对他们的目光视而不见 专注地看着赵甲 小甲和梅娘 他们本是一家人 在高台上与受了酷刑的孙炳相聚 按说也是顺理成章 即便是袁大人在这里 似乎也没有理由阻挡 赵甲把灯笼高高地举起来 金黄的光芒照亮了孙炳乱毛丛生的头颅 他用空着的左手 拖住孙炳的下巴 把他的脑袋扶起来 让鱼看清了他的面庞 鱼以为他已经死了 但他没有死 他的胸脯还在剧烈地起伏着 他的鼻子和嘴巴里呼出了重灼的气息 看起来他的生命力还很强大 这让鱼感到有些失望 但也有欣慰 鱼心中产生了模模糊糊的幻觉 孙炳不是刚受了重刑的囚犯 而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 即便他已经没有痊愈的希望 但人们还是想把他的弥留之际延长 尽量地延长 在孙炳的死活问题上 鱼的态度即是十分的奇强 喂他身汤 这时鱼才嗅到了从小贾珍重的 棚举着的黑碗里洋溢出来的上等人身的苦香 鱼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 佩服老赵贾办事的周香 在执行之后乱糟糟的环境中 他竟然能够熬出了参汤 也许他在执行之前已经把药罐子在席棚里的角落里顿上 他胸有成竹 预见到了事情发展的方向 小贾往前挪动了一步 将黑碗移到一只手里端着 用另一只手捏住一把汤匙 摇起身汤 往孙炳的嘴里灌去 当汤匙触到孙炳的唇边时 他的嘴巴贪婪的张开 好似一个瞎眼的狗崽子 终于擒住了母狗的奶头 小贾的手一抖 身躺大部分流到孙炳的下巴上 这里曾经是美然飘扬 小心点 但小贾这个杀猪土狗的家伙 显然不是干这种细活的材料 他摇起的第二勺参汤 多半还是撒在了孙炳的胸骨上 怎么弄的 赵贾显然是心痛参汤 他把灯笼递到小贾手里 举着灯笼 我来喂 给我 没急他把黑碗从小贾手中接过去 孙美娘上前一步 抢先把黑碗端在了自己手上 爹呀 你遭了大罪了 喝一点神套 喝一点 你就好了 鱼看到 孙美娘的眼睛里泪水汪汪 赵贾还是高举着灯笼 小贾用手拖住了孙炳的下巴 美娘用汤勺摇起参汤 一点一滴也不浪费 全部地喂进了孙炳的口腔 这情景让鱼暂时地忘记了 这是在升天台上砍药饭 而是砍一家三口在服侍一个生病的亲人喝参汤 喝完一碗参汤后 孙炳的精神好了许多 他的呼吸不是那样粗重 脖子也能支撑住脑袋的重量 嘴巴里也不往外吐血了 脸皮上的肿胀也似乎消了一些 美娘把黑碗递给小贾 动手就去解 将孙炳捆绑在十字架上的牛皮绳子 爹 爹 不要怕 咱这就回家去 这就回家去 于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眼前的情况 还是老贾老辣 他将灯笼塞到小贾手里 纵身插在了孙炳和美娘之间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冷冷的光芒 嘴巴里发出一声甘笑 鲜血 醒醒梦吧 这个人是朝廷的重犯 放了他要诛灭九族的 孙美娘伸出手 在赵甲的脸上豁了一把 紧接着 她的手在鱼的脸上也豁了一把 然后她就跪在了赵甲和鱼的面前 嘴巴一咧放出了悲枪 放了暗爹吧 求求你们 放了暗爹吧 鱼看到 在明亮的月光下 台下的百姓们也扑通扑通的跪了下来 众多的声音错综复杂 但喊叫的都是同样的话语 放了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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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心中波澜起伏 感叹不已 哎 百姓们 你们哪里知道这眼前的情势 你们哪里知道孙炳的心理 你们只看到了孙炳在台上苦苦煎熬 但你们想没想孙炳大口的吞咽参汤 就说明他自己还不愿意死 但是他也不愿意活 如果他想活 昨天夜里他就逃脱了牢笼 神不知鬼不觉的逍遥法外了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 鱼也只能静观待变 孙炳忍受了这样的酷刑 他已经成了圣人 于不能违背圣人的意志 于挥手招来了几个牙役 低声吩咐 让他们把孙美娘从升天台上架下去 孙美娘竭力地挣扎着 嘴里骂出了许多肮脏的话 但毕竟抵挡不住四个牙役的力气 他们连推带拉的将他弄到了台下去了 于吩咐牙役 让他们分成两班 一班在台上指手 一班下去休息 一个时辰后来换班 休息的地点就在通德书院临街的那间空房 于队留下值班的牙役们说 重点把住台前漫道 除了赵甲父子 任何人都不许上台 还要密切关注高台四周 防止有人攀爬而上 如果孙炳出了事情 被人杀死或是让人劫走 那么袁大人就会砍鱼的脑袋 但是在袁大人砍鱼的脑袋之前 鱼会先砍掉你们的脑袋 漫长的两天两夜熬过去了 第三天的凌晨 于巡视了升天台后回到书院空房 合一躺在了 只铺了一层尾袭的青砖地上 换班下来的牙役们 有的酣声如雷 有的梦话连篇 八月的蚊虫凶狠歹动 咬人不出声 口口见血 鱼掀起衣襟 蒙住了头面 躲避蚊虫的叮咬 室外 传来拴在书院大洋树下 喂养着的德国洋马 抖动脚铁 弹动蹄子的声响 还有墙角野草丛中秋虫的凄凉吟唱 似乎还有哗哗啦啦的水声 实隐实现 不知道是不是高密东北乡的马丧河水 在忧愁地流淌 鱼心中荡漾着悲凉情绪 神魂不定地进入了梦乡 老爷老爷 不好了 焦急地喊叫 把鱼从梦中惊醒 鱼冷汗沉沉 看到小甲那张鱼唇里 隐藏着奸华的脸堂 听到他结结巴巴地开口 老爷老爷 不好了 孙饼 孙饼要死了 鱼不羁多响 起身冲出空房 灿烂的秋阳已经高挂东南 天地间白光闪烁 似得鱼眼前一片黑暗 鱼捂着眼睛 跟在小甲的身后奔向高台 赵甲 梅娘 还有直斑的牙翼 已经簇拥在孙饼身旁 鱼没到近前 就嗅到了一股恶臭 看到在孙饼的头上 飞舞着成群的绿头苍蝇 赵甲手持一只 用马尾扎成的营斧子 在孙饼的头上挥舞着 把许多的苍蝇 打得纷纷落地 但随即就有更多的苍蝇飞来 他们往孙饼的身上飞扑 舍声望死 前赴后继 不知道是孙饼身上散发的气味吸引着他们 还是冥冥中有一股驱使着他们的神秘力量 鱼看到梅娘不必污秽 站在孙饼的眼前 用一条白色的绸手绢 擦拭着苍蝇们用闪电般的速度 下在孙饼身上的卵块 鱼的目光厌恶地跟随着梅娘的手指移动 从孙饼的眼睛到孙饼的嘴角 从孙饼的鼻孔到孙饼的耳朵 从孙饼的尖头上流浓淌血的伤口 到他裸露的胸脯上结痂的创伤 那些卵块在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蛆虫 蠢动在孙饼身上所有潮湿的地方 如果没有梅娘 用不了两个时辰 孙饼就会被蛆虫吃光 鱼从这扑鼻的臭气里 嗅到了死亡的气味 孙饼的身上不但散发着扑鼻的恶臭 还散发着逼人的热量 他简直就是一个正在熊熊燃烧的火炉子呀 如果他还有五脏六腹 他的五脏六腹已经考制得不成模样 他的嘴唇已经干裂得像焦糊的树皮 头上的乱毛也如在抗袭下烘烤了多年的麦草 只要吹一个火箱就会燃烧 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断裂 但他还没有死 他还在喘息 喘息的声音还很大 他的两肋大幅度的起伏 胸腔里发出呼隆呼隆的弹响 看到鱼到来 赵甲和媚娘暂时的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眼巴巴的望着鱼 目光里流露出期望 鱼屏住呼吸 伸出手掌 试的是孙炳的额头 他的额头像火炭一样 几乎把鱼的手指烫上 老爷 怎么办 赵甲的眼睛里 第一次出现了六神无主的神情 老杂种 你也有草技的时候 如果不赶快想法子 他活不到天黑 老爷 救救俺爹吧 看在俺的面子上 救他一命吧 鱼沉默着 心中哀伤 为了媚娘 这个愚蠢的女人 赵甲怕孙炳死 是为了她自己 媚娘怕孙炳死 是丧失了理智 哎 媚娘啊 她死的不是正好脱离苦海 生入了天界吗 何必让他忍受着盖世的痛苦 苟延残喘 去为德国人的通车大点 天才增光 他活一刻就多遭一刻罪 不是一般的罪 是刀尖上的挣扎 是油锅里的煎熬啊 但 他多活一天 就多一份传奇和悲壮 就让百姓们的心中 多一道深刻的印记 就是在高密的历史上 也是在大清的历史上 多写了鲜血淋漓的一页 前思后想 左顾右盼 心中车轮转 于失去了决断 旧孙炳是顺水推舟 不旧孙炳是溺水行船 罢罢罢 难得糊涂吧 孙炳 你感觉怎么样啊 他 艰难地抬起头 嘴唇哆嗦着 发出了一些支离破碎的声音 从他的眼缝里射出了 灼热的黑里透红的光线 好像射穿了鱼的心脏 孙炳巨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让鱼受到了猛烈的震撼 一瞬间鱼感到自己的心中 只有一个强烈的信念 让他活下去 不能让他死 不能让这场悲壮的大戏 就这样匆匆地收场 来两个人 去请南关擅长外科的成不义 西关鲸鱼内科的苏忠和 让他们带上最好的药物 用最快的速度赶来 就说是山东巡抚袁世凯 袁大人的命令 胆敢违抗命令 或者故意延误者 杀无赦 是 你过来 去纸扎店 请纸扎匠人陈巧手 让他带着全部的家事 和材料 立即赶来 就说是山东巡抚袁世凯 袁大人的命令 胆敢违抗命令 或者是故意拖延者 杀无赦 是 再来个人 去成衣店请采访张麻子 让他带上全部的家事 还有他带上两张白色纱布 立即赶来 就说是山东巡抚 袁世凯 袁大人的命令 胆敢违抗命令 或者是故意拖延者 杀无赦 去 擅长外科的成补一 和鲸鱼内科的苏忠和 在衙医们的引领下 前脚后脚的登上了升天台 成补一 瘦高个子 黑色脸堂 嘴巴溜光 全身上下没有多余的肉 显示出一种肝巴利索的劲 苏忠和呢 富太大象 无短身材 一个光溜溜的大头 下巴上升着一部繁茂的花白胡须 这两位都是高密城里的头面人物 当年鱼与孙炳在县衙斗虚时 他们都是在前排就坐的积极的看客 苏忠和背着一个硕大的背囊 城布衣夹着一个白布的小包 他们都很紧张 城的脸色黑里透出灰白 看样子它很冷 苏忠和脸色白里透黄 油汗银银看样子它很热 他们归在高台上 还没急说话 于就把他们拉了起来 事情紧急 有劳两位胜手欲指 眼前这人是谁 你们都知道 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待在这里 你们也都知道 袁大人严命 必须让他活到八月二十日 今天是八月十八 离袁大人为他规定的死期 还有两天两夜 看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为什么把你们请来了 请两位近前施展你们的本事吧 您请 您请 两个医生互相谦让着 谁也不肯先上前去诊治 他们一高一矮 一胖一瘦 相互作义此起彼伏 产生了十分滑稽的效果 一个哨不更事的牙医 竟然捂着嘴巴偷笑去 鱼对他们的看起来彬彬有礼 但实际上油滑无比的形状 十分反感 不要退让了 万一他活不到二十日死去 你和你 还有你们所有人 当然还有我 我们大家都要给他陪葬 高台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两个医生更是目瞪口呆 你是外科 你先上 成不一 翘腿捏脚地走上前去 那模样好似一个想从肉案子上偷肉吃的瘦狗 进前后他伸出了一根手指 轻轻地戳了戳 从孙炳肩上探出来的木爵尖 然后又转到孙炳身后 俯身探看了木爵子的尾 在他的细长的手指动摇了木爵子的手尾时 便有花花绿绿的泡沫冒了出来 腐肉的气味令人窒息 苍蝇们更加兴奋 嗡嗡的声音震耳欲聋 成不一脚步踉跄地来到了鱼的面前 双膝一软就要下跪 他的瘦脸抽搐着 嘴巴歪着 一副马上就要放声大哭前的预备表情 老爷 他的内脏已经坏了 小人不敢动手啊 胡说 赵甲双目圆征 目光逼逝着成不一的脸 安敢担保 他的内脏没有受伤 如果他的内脏已经受伤 那么他早就流血而死 不可能活到现在 请大老爷明察 赵甲家说得有理 孙炳的伤是在凑理之间 流浓堂血不过是伤口发恶 这正是外科的政后 你不知让谁知 老爷 老爷 小人 小人 不要老爷小人的耽搁功夫了 你大胆动手 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成不一终于把胆子撞了起来 他脱下了长袍铺在台上 把辫子盘在头上 高高地挽起了绣筒 来点水 然后就要水洗手 小甲飞跑下台 提上了一桶净水 伺候着成不一洗了手 成不一将他的白布包袱 放在长袍上解开 显露出了包袱里的内容 一大一小两把刀子 一长一短两把剪子 一粗一细两把镊子 一大一小两个瓶子 大瓶子里的是酒 小瓶子里是药 除此之外 还有一团棉花 一卷纱布 他操起剪子 咔嚓咔嚓地剪开了 孙炳的上衣 放下剪子 他拧开酒瓶子 将酒倒在棉花上 然后他就用沾了酒的棉花 挤压擦拭着 掘着出口和入口处的皮肉 更多的血和浓流出来 更多的臭气散发出来 孙炳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从他的嘴巴里发出了一声接一声的令人头皮发紧 急被发冷的身影 成不一在替孙炳疗伤的过程中显然恢复了自信和胆气 职业的荣耀压倒了他的恐惧 他竟然停止了治疗 不是攻着腰 而是直着腰来到鱼的面前 老爷 如果可以把他身上的嚼子给拔掉 小人敢担保 他不但可以活到后天上午 甚至可以恢复健康 如果你愿意把这根嚼子定在自己的身上 那你就拔掉它吧 成不一的脸色顿时变得灰白了 刚刚直起来的腰马上就弯了下去 目光也随着变得闪闪烁烁 他哆哆嗦嗦地 用沾了久的棉花 把孙炳身上的伤口擦拭了一遍 用一根竹签子 从那个紫色的小瓶子里挖出一种酱红色的油膏 涂抹到孙炳的伤口上 治疗完毕 他躬身退后 于命令苏中和上前诊之 苏颤颤抖抖地靠上去 把一只留着长长支架的手高高举起来 去摸孙炳的被绑在横幕上的脉搏 他那副高举着手 倾斜着肩膀 低垂着头沉思莫想的样子 显得既好笑又可怜 望切完毕 苏中和开口说道 老妇胎 病人目吃口臭 唇肝舌胶 面孔肿胀 体肤高热 看似大热之症 但脉象浮大中空 暗之如碾葱管 实乃口脉失血之相 此乃大虚若实 大亏若营之症 一般庸医 不知辩证实质 必按热症处理 乱用虎狼之药 如此则微乎待在 苏中和不愧是三代名医 见识果然与众不同 于对他的分析甚为贪腐 楚方 只用独身汤灌汁 如果每天灌三碗独身汤 小人认为 他完全可以活到后天上午 为了更加保险 小人这就现抓几副 滋阴的小药 已称坐实导饮之事 苏中和就在高台上 打开他的药囊 根本不用等撑 只用三根手指 一桌一桌的 将那些草根树皮抓到纸上 然后包裹成三幅药 他捧着药包转着圈看了一眼 不知道该交给谁 最后他小心翼翼地将药包放在鱼的面前 关下独身汤半个时辰后 水煎浮 鱼挥手让两个医生下台 他们如释重负 攻腰垂手 慌不择路地走了 鱼用手指了指猖狂飞舞的苍蝇 对指扎将陈小手和裁缝张麻子说道 你们应该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了吧 正上午时阳光最强烈的时候 陈小手和张麻子 已经在高台上扎起了一个 上面用席片遮阳盖顶 三面用席片围笼 前面用白纱做帘的笼子 将孙炳的身体照了起来 这样既遮蔽了阳光的暴晒 又挡住了苍蝇的缠磨 为了降温 赵小甲还将一块巨大的湿布 遮盖在席片之上 为了减轻招引苍蝇的臭气 几个牙翼洗水冲洗了高台上的污秽 在赵甲的帮助下 梅娘将一碗参汤喂进了孙炳的肚子 过了半个时辰 又给她喂下了苏中和开出的药汤 于看到在喂参汤灌药汤时 孙炳积极地配合 可见她还有生存的愿望 如果她想死 她就会避住嘴巴 经过了一番漫长的救治 孙炳的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 隔着一层青纱 鱼看不清楚她的脸 但鱼听到她的呼吸已经平稳 身上的臭气也不如上午那样嚣张 鱼疲惫不堪地走下台去 心中感到莫名的忧伤 唉 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袁大人给予的任务就是要看好孙炳 不让他死 现在他自己不想死 赵甲父子不让他死 媒娘不愿意让他死 独身汤发挥着效力 使他的身体保持着活力 不可能因为衰竭而死 你就这样活下去吧 在厄运没有降临之前 鱼也不想死 鱼放胆地走出通德轿场 上了似乎有点陌生了的大街 走进了一家酒馆 殿小二殷勤地跑过来 一边跑一边往后传火 贵客到 胖胖的店家像绣球一样滚到了鱼的面前 谁知道老爷 油光光的脸上堆积着受宠若惊的笑容 鱼低头看看身上的全套官服 直到无法隐瞒自己的身份 其实即便鱼身穿便服 高密县城里还有哪个不认识鱼 鱼每年的经浙日 都要到郊外亲自扶梨劝农 每年的清明都要到郊外去重逃栽丧 每年的初一十五 鱼都要在教化坊前设桌讲经 劝与百姓宣讲忠孝仁义 鱼是个亲民的好官 如果鱼卸任离职 肯定会收到一柄大大的万民伞 大老爷光临小店 使小店蓬毙升辉 请问大老爷想用点什么 两碗黄酒 一条狗腿 对不起大老爷 本店不卖狗肉 也不卖黄酒 为什么 这样的好东西 为什么不卖 这个 大老爷也许知道 本床里卖黄酒 狗腿的只有孙梅娘的最好 他们卖不过它 热乎乎的黄酒 香喷喷的狗肉 往日的情景涌上心头 那你店里卖什么 回答老爷 俺家买高粱白杆二锅头 芝麻烧饼 酱牛肉 那就来二两白杆 一搅牛肉 再来两个热烧饼 请大人稍候 店家一溜小跑去了 高密县坐堂前心烦意乱 想起了孙家梅娘多情谈论 她是个可人儿 善解风月 水系鱼 花旧风 柔情浅全 您满用 店家将酒肉端到了鱼的面前 鱼挥手让它退到一边 今日个鱼自己巴掌 端起小酒壶 将一个绿皮中子倒满 一杯辣酒灌下去 心中感到很舒服 两杯热酒灌下去 脑袋顿时阴呼呼 三杯啄酒灌下去 长叹一声泪如鱼 鱼喝酒吃肉 鱼吃肉喝酒 鱼酒足饭饱 很贵的 酒肉前寄到账上 过几天让人来还 大老爷能到小地儿吃饭 是小地儿的福气 鱼走出店门 身体感到轻飘飘的 犹如腾云假雾 第四天早晨 牙翼把鱼唤醒 素酒未消 头昏脑胀 昨天的事情像一笔陈年旧账 已经模糊不清 鱼摇摇晃晃的走进轿场 耀眼的白光昭示 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 鱼听到从升天台上 传下来孙炳平缓而舒畅的声音 知道他还在挺着 快班的班头刘普 从高台上小跑着下来 神色诡秘 老爷 顺着刘普嘴巴 弩着的方向 鱼看到 在对面的戏楼前 簇拥着一群人 这些人衣甲鲜明 形状怪异 有的粉面朱唇 有的面红耳赤 有的蓝额金晶 有的面若黑漆 于心中一震 想起了不久前 孙炳领导的队伍 难道是他的鱼道 重新纠集 反进了现场 于大汉淋漓 九亿全消 荒芒 镇一镇冠 急不上前 那些人围在一只巨大的红色木箱周围 箱子上坐着一个用白色和金色勾画了象征着大中大勇的一猫脸谱的男人 他的身上披挂着一件长大的黑色猫衣 猫帽上两只耳朵夸张的直竖起来 耳朵的顶尖上各耸着一座白毛 其余的各位有披了大猫衣的 有顶带着小猫衣的 一个个神情肃穆 仿佛等待着灯台现役 在衣箱上面横放着一些枪刀剑脊 红鹰灿灿一看就知道是戏班子的把势 原来是高密东北乡的猫腔班子来了 啊 鱼松了一口气 在这样的时刻 高密东北乡的猫腔班子来到了升天台前 难道仅仅是为了演戏 高密东北乡民风彪悍 对此鱼已经深有体会 猫腔戏神秘而阴森 演出时能令万众若狂丧失理智 想到此于心中一阵冰冷 眼前出现了刀光剑影 耳边仿佛骨脚齐鸣 老爷 小的有一个预感 讲 这台香行是一个巨大的吊儿 而这些高密东北乡的戏子 正是前来咬过的大鱼 鱼 保持着外表的平静 微笑着迈开方布 端起大老爷的架子 在刘浦的护卫下来到了他们面前 猫腔班子里的人都闭口不言 但他们的炯炯目光 让鱼感到了深深的敌意 这是支线大人 您们有什么话要说 他们默默无语 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那个端坐在衣箱上的一猫 用戏中的腔调 嗡声嗡气的开口 从东北乡来 来此何干 演戏 谁让你们在这种时刻到这里来演戏 猫主 谁是你们的猫主 猫主是我们的猫主 他在哪里 一猫用手指了指升天台上的孙饼 孙饼是国家重犯 身受重刑 在这高台上已经示众三日 他如何能够指示你们 前来演戏啊 高台上绑着的只是他的身体 他的灵魂早已回到了高米东北乡 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唉 你们的心情本官完全理解 孙饼虽然犯下了大逆不道的罪行 但他毕竟是你们猫腔的祖师爷 在他临终之前 为他献戏 既和人情又和功力 但是你们在这个时候 到这个地方来演戏 显然是不合时宜 你们都是本县的子民 本官向来是爱民如子 为了你们的身家性命 本官劝你们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回到你们的东北乡 在那里 你们想怎么演就怎么演 本官绝不干涉 一猫摇了摇头 低沉的 但是坚定不移的说 不 猫主已经指示我们 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演戏 刚才还说 升天台上绑着的 只是你们猫主的身体 而他的灵魂 早就回到了高密东北乡 你们在这里演戏 难道是要演给 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看吗 我们遵从猫主的指示 你们难道不怕杀头吗 袁大人的精锐官兵 正驻守县衙 通德书院 这里正修整着德国的马队 明天就是铁路通车大殿 无论是洋兵还是官军 都是如临大敌 你们在这样的时刻 跑到德国兵的眼皮子底下 来扮演你们的猫枪狗调 这与犯上作乱 聚众闹事 悠悠何意 他 孙炳 难道你们想学他的样子 我们什么都不干 我们就是演戏 我们什么都不怕 我们就是要演戏 高密东北乡人民喜欢演戏 本官早就知道 本官对你们的猫枪很是喜欢 猫枪的曲调 本官都能演唱 猫枪宣扬忠孝仁义 教化人民通情达理 与本官的教育目的完全一致 本官对你们的演出活动 一向是大力支持 本官对你们这种热爱艺术的精神 深为佳许 但现在 绝对不行 本官命令你们回去 等事情过后 如果你们愿意 本官将亲率一仗 到高密东北乡 请你们 到这里来演出 我们遵从猫主之事 于乃本县最高长官 于说不能演 就是不能演 万岁皇爷 也没有不让百姓演戏 你难道没听说过 不怕关就怕管吗 你难道没听说过 砍头的知府 灭门的知线吗 你把俺们的身体堕烂 俺们的头还是耀眼 孩儿们 开箱 各式各样的猫们 从箱上抽出了刀枪剑戟 俨然就成了一支 古老的队伍 红木大香也豁然打开 显出了里面的 蟒袍玉带 凤冠霞配 头面首饰 锣鼓夹势 于吩咐刘浦跑到书院 招来了十几个 正在轮休的牙医 本县苦口婆心相劝 完全是为了你们好 你却一意故行 全部把大老爷放在眼里 来人 把这个为首的大猫 抓起来 其余的杂猫 用乱棍给我打出程序 走 快走 牙医们嘴里 咬嚓嚓呼呼 胡乱挥舞着水火棍子 其实完全是虚张声势 那个一猫却扑通跪倒 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哭嚎 然后就开枪唱了起来 他刚刚跪地时 鱼还以为他要向鱼求情呢 但鱼马上就发现 他跪的是升天台上的孙炳 他们猫腔的祖师爷 他发出一声哭嚎 鱼还以为 他是看到孙炳受刑后 心中悲痛呢 但鱼马上也就明白了 这声哭嚎是一个高亢的叫板 是一个前奏 接下来演唱就如开了闸的河水 滚滚而来了 猫主啊 你头戴金鱼翅 身披紫瞎衣 手持着赤金的棍子 做起长毛狮子 打遍了天下无人敌 你是千人敌 万人敌 你是月五目转世 观云常在世 你是天下第一 那些黑脸的猫 红脸的猫 花脸的猫 大猫 小猫 男猫 女猫 配合默契的 不失时机的 将一声声的猫叫 恰到好处的 穿插在一猫 响彻云霄的歌唱 并且在半唱的过程中 从细箱里熟练地拿出了锣鼓夹势 还有那把巨大的猫狐 各司其职的 有节有奏的 有板有眼的 敲打演奏起来 第一棍打倒了太行山 填平了 江州湾 第二棍 荡平了 莱州府 吓死了 白鹅虎 第三棍 打倒了 青天柱 颠倒了 太上老君的 八卦炉 他们生情并茂地演唱 立即就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 牙医们都是本县人 其中有半数来自东北乡 他们对猫腔的痴迷和亲和 更非于这个外乡人所能理解 尽管鱼从孙梅娘那里 学会了许多猫腔的唱腔 但无论如何 猫腔的调子 也不会把鱼感动得 像高密人那样眼泪汪汪 鱼已经感受到了 今天的演唱非同一般 一猫 毫无疑问的 也是猫腔行当里的 大师级的人物 他的嗓子 具有猫腔调里最经典的 同声同气的沙哑 而且能够在最高的调门上 再往高处翻上一番 这就是猫腔著名的番花 在猫腔的历史上 能够唱出番花的 除了长茂 就是孙炳 孙炳金盆洗手之后 连梅娘都认为 番花绝技已经失传 但没想到 这个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一猫又让绝技再现 鱼 承认一猫的番花演唱精彩绝伦 这样的演唱完全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鱼看到牙医们 包括办事机警 头脑清醒的流浦都进入了痴迷的状态 他们一个个眼睛发亮 嘴唇半张 已经忘了身在何处 于知道用不了多会儿 他们就会与那些猫们一起喵屋大叫 很可能还会遍地打滚 有可能就会爬墙上树 这杀气腾腾的刑场就会变成群猫嚎叫 百受帅武的天堂 鱼感到无可奈何 不知道这件事会如何收场 而且鱼还看到 那些在升天台上站岗的牙医们 也都魂不守舍 形同偶像 孙美娘在席棚口已经用哭声伴唱 赵小甲更是欣喜若狂 他想往这边跑 但他的爹扯住了他的衣裳 看起来老赵甲多年在外 中猫腔的毒还不深 还能够保持着冷静的头脑 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重任 至于那孙炳 他在席笼里 鱼看不清他的面孔 但他的哭笑难分的声音 已经告诉了鱼 他的精神状况 一猫边唱边舞 袍袖纷飞 犹如两片白云 尾巴脱地 宛如一根肉棍 他就这样 再歌再舞着 感人置身着 如鬼如昧着 勾魂射破着 十分自然地 沿着台阶 一步步登上了高高的戏台 在他的带领下 那些猫们 也登上了高高的戏台 一场轰轰烈烈的演出 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所有的事情 都坏在了猫身上 当台上猫衣翻飞 台下猫声大坐时 于不由地想起了与孙媚娘初次相识的情景 那天 于下乡抓赌归来 于乘坐的小轿 行进在县城的石板大街上 暮春天气因为细雨蒙蒙而黄昏早至 大街两侧的店铺已经打烊 青色的石板上积存着一汪汪的雨水 泛着白色的光芒 街上没有行人 在一片寂静中 只有教夫们的脚踩着雨水 发出噗哧噗哧的声响 于坐在轿子里 身体感觉到微微的寒意 于的心中泛滥着淡淡的忧伤 于听到 大街外侧的池塘里 蛙声响亮 回想起乡下清脆的麦苗 和水中游动的蝌蚪 于心中除了忧伤 又加上了惆怅 于既想让教夫们快步如飞 及早赶回县衙 泡上一壶新茶 翻看古人的诗书 但可惜 于身边没有红袖天香 夫人是名门贵咒 品行端方 但于那儿女之事 却是冷如冰霜 于已经对她发誓 不娶嗜切 但于实难耐着 珍惜荒凉 正当于心绪烦乱之时 只听得路边门响 抬头看到那家的门前 高挂着九招 从昏暗的屋子里溢出了酒肉之香 于看到一个身穿白衫的青年富人 站在门楣一旁 口出脏话 但那声音清脆响亮 随即就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飞过来 正巧打在了鱼的轿子上 打死你这个长猫 鱼看到一只狸猫 剑一般的窜到了街对面的房檐下 用舌头舔着胡须往大街对面张望 较前的长嘴大声赤鹤 大胆 你瞎了眼吗 竟敢制打大老爷的遗仗 那富人慌忙的失礼万福 道歉的语言赛过蜜糖 于透过叫帘看到他风情万种 暮色中他的娇羞在闪闪发光 于心中顿时生腾起一片温情 这家是卖什么的 回答老爷 这家的狗肉和黄酒是权限第一 这个女人啊 就是狗肉稀释孙梅娘 恶骄 本先腹中饥饿 身上发冷 到店里去喝碗黄酒暖暖度长 老爷 俗言道贵人不踏见地 这路边的小店最好不要光顾 一小的之间 您还是尽快回崖 免得夫人在家盼望 连万岁黄爷也微服私访 探查民情 与一个小小支县算不上什么贵人 口渴了喝一碗酒 肚子积了吃一碗饭 又有什么要紧啊 轿子靠到店门前落下 孙梅娘慌忙地跪在了地上 与钻出了轿子 大老爷受罪 您父该死 那蝉猫 叼走了一条鲜鱼 您父着急 错投了 大老爷的轿子 还请大老爷原谅 大姐请起 不知者不怪罪 这点小事 雨根本没放在心上 雨下轿是想到你店里 吃肉喝酒 请你带我们进入殿堂 孙梅娘 这一面猫的眼前 馋猫 你把大贵人引来 这是老娘 给你的奖赏 孙梅娘手脚麻利地点灯长大 将桌椅擦拭 将桌椅擦拭地放出豪光 他为鱼烫上了一坛美酒 大盘的狗肉端到桌上 您慢用 烛光下 看美人 美人更美 于心中一坛春水 碧波荡漾 牙医们眼睛里 鬼火闪烁 提醒于 切莫忘道德文章 克制住心猿一马 起轿回牙 但心目中 已刻上了美娘形象 锣鼓声 猫狐声 歌唱声 向一群白鸟飞出轿场 先是有三三两两的 县城百姓 提心吊胆地 沿着轿场的边缘进入 然后就有一小群 一小群的百姓 来到了戏台前方 他们似乎忘记了 这里刚刚执行了 天下最残酷的刑法 他们似乎忘记了 兽刑人身上插着檀木角色 还在升天台上受苦受难 戏台上正在扳演一个宴情故事 说的是一个住殿的军爷 调戏一个美貌的店家姑娘 看到此于心中略感安慰 因为涉及孙炳 康德的词已经唱完 即便是袁大人前来听戏 料也无有大方 金爷呀 请问您喝什么酒 俺要喝 女儿红酒才出缸 俺家没有女儿红 大姐身上有芳香 金爷想吃什么肉 天上的凤凰切来尝 俺家没有凤凰肉 大姐的就是金凤凰 戏台上眉目传情的店家女儿身段优美 惹人情思 在她与军爷的一问一答中 仿佛在一件一件的脱去衣裳 这是猫腔的店长小戏 多摄风情 轻松活泼 被青年男女所喜爱 于双鬓斑白 已是中年 难道就不爱风情了吗 于看着这调情的店长小戏 就想起了在县衙的西花厅里 孙美娘为俺唱这种小戏的近况 美娘啊美娘 你给大姥爷带来了多少销魂的时光 你裸着玉体 头上戴一张小猫衣 在鱼的床上翻来滚去 在鱼的身上爬来爬去 你一抹脸 脸上就是一副活灵灵的 媚猫的表情 从你的身上 鱼意识到 这世界上的动物最美莫过于猫 你伸出鲜红的猫舌头 铁饰着鱼的身体 让鱼感到愈仙愈死 让鱼感到心头露撞 美娘啊 如果干爹嘴大 就要把你含在嘴里 像一阵风把军爷和卖弄风情的小女子刮到了台后 身披着大猫衣的一猫在急急如狂风的锣鼓声中又登场 他潇洒地跑了几个圆场 然后就在戏台正中落座 一阳顿挫地开始了念拜 某乃猫主 孙炳是也 某早年习唱猫腔 带着戏班子走遍了四方 于能唱大戏四十八出 演变了古往今来帝王将相 于到中年之后 口出狂言 得罪了高密之县 高密之县化妆蒙面 将俺的胡须拔光 毁了俺的戏园 俺将戏班子托付他人 回乡开了一家茶馆卖茶度日 某期小桃红 美貌贤惠 欲有一男一女而干新郎 可恨那洋鬼子入侵中华 修铁道坏风水嫩地猖狂 更有那小汉奸苟杖人士 抢男儿罢女子施恶逞强 某妻子大吉上遭受凌卢 从此就擒天里打雷起了祸殃 猫哭 哭 哭 哭断了肝肠 猫恨 恨恨恨 恨破了胸膛 一猫在台上翻花起浪的慷慨悲歌 在他的身后群猫直挤持枪 一个个怒火万丈 台下群情激昂 喵乌声 跺脚声震动叫唱 震动叫唱 尘土飞扬 鱼心中越来越感到不安 不祥的阴云渐渐地笼罩了天空 刘浦的提醒声声在耳 鱼的脊背一阵阵发凉 但面对着台上台下似乎是走火入魔的演员和群众 鱼感到无能为力 就像一只手拉不住奔驰的马车 就像一瓢水浇不灭熊熊的猎虎 事到如今只能是听天由命 信马游将 鱼推到席棚前冷眼观察 升天台上 只有老赵甲手持一根檀木角子 默默地站在席龙一旁 孙炳的声音声完全被台下的呼声淹没 但鱼知道他肯定还是好好地活着 他的精神肯定是空前的健忘 传说中一个高米人远在他乡生命垂危 忽听到有人在门外高唱猫腔 他就从病榻上一跃而起 眼睛里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孙炳啊 你虽然身受酷刑生不如死 但能看到今天的演出 能听到今天的歌唱 为了你的演出 为了你的歌唱 你也不枉为人异常 鱼往人群中放眼寻找着赵家的痴儿 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小甲爬到了戏楼的柱子上 喵喵喵的怪叫着 身体像熊一样滑下来 然后又像猫一样爬上去 鱼寻找着孙家梅娘 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他披头散发 正在用一根棍子抽打着一个压抑的脊梁 这样的狂欢不知何时能指 鱼想抬头看看时辰 却发现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 大约有二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 从通德书院里跑出来 鱼暗暗地叫了一声苦 直到大祸即将临头 急忙迎上前去 拦住他们其中一个手持短枪的小头目 想把眼前的事情对他细说端详 君 君爷 王八蛋 你就算是个君爷吧 君爷眼珠色碧绿 宛如两条葱叶 他孤独了一句什么话 鱼不清楚 然后他一巴掌 就把鱼扇到了一旁 士兵们跑向升天台 他们步伐沉重 踩得木板通通坐下 用粗大的松木支撑起来的高台 晃晃荡荡 仿佛支撑不住这突然增加的分量 鱼对着戏台上的人们和戏台下的人们大声喊叫 停止 停止 但鱼的喊叫微弱无力 就像用棉花团击打石头的后墙 士兵们在升天台上排成了密集的队形 与戏台上的演员 遥遥相望 此时戏台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混战 几个半猫的演员 与几个半成虎狼的演员 噼噼啪啪打成一团 一猫端坐在戏台正中的一把椅子上 用直逼青云的歌喉为他们伴唱 这又是猫腔的一个不同寻常之处 在武打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演员在伴唱 有时候伴唱的内容与剧情并没有直接联系 结果是属于剧情中的内容的武打 似乎变成了为独唱者的伴侮 鱼用祈求的目光 仰望着升天台上的德国士兵 鱼感到一阵阵的鼻酸眼热 德意志的士兵们 据说你们那里也有自己的戏剧 你们也有自己的风俗 拿着自心逼人心 拿着自身逼人身 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是在向你们挑战 你们不要把他们和孙炳领导的抗德队伍混同起来 固然孙炳的队伍也都涂化着脸谱 穿戴着戏装 现在在你们眼前的是一个纯然的戏班子 他们的演出看起来很是癫狂 但这是猫腔戏本身传统 他们的演出是遵从着古老的习惯 为死去的人演戏 让死人升天 为弥留之际的人演戏 让他欣慰地告别人士 他们的戏是演给孙炳看的 孙炳是猫腔历史上既往开来的人物啊 猫腔戏在他的手里 才发展成了今天这样辉煌的模样 他们演戏给孙炳看 就像给一个临终前的酿酒大师 献上一杯美酒 既呵护人情又顺理成章 德国士兵们 将你们端起来的毛色大枪放下吧 放下吧 求你们了 你们要通情达理啊 你们不能够再屠杀鱼的子民了 高密东北乡已经血流成河 繁华的马丧镇已是一片废墟 你们也是父母生养 你们的胸膛里也有一颗心 难道你们的心是用生铁铸造的吗 难道我们中国人在你们的心目中 是一些没有灵魂的猪狗吗 你们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难道夜里不会做噩梦吗 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吧 放下 不许开枪啊 但鱼的喊叫 活像是给德国士兵下达了一个开始射击的命令 只听的一阵尖利的排枪声 如同十几把利刃划破了天空 从德国人的枪口里 飘出了十几缕白色的硝烟 有如十几条小蛇弯弯 区区的上升 一边上升一边扩散 燃烧火药的气味 扑进了鱼的鼻腔 使鱼的心中竟然产生了悲心交集的感觉 悲的是什么 鱼不知道 新的是什么 鱼也不知道 热泪 从鱼的眼睛里滚滚而出 眼泪模糊了鱼的视线 鱼泪眼模糊的看到 那十几颗通红的弹丸 从德国士兵的枪口里钻出来后 团团旋转着往前飞行 他们飞行得很慢很慢 好像犹豫不决 好像不忍心 好像无可奈何 好像要拐弯 好像要往天上飞 好像要往地下钻 好像要停滞不前 好像要故意的拖延时间 好像要等到 戏台上的人们躲藏好了之后 他们才急速前钻 好像从德国士兵的枪口里 拉出了看不见的线 在牵扯着他们 闪良的子弹 好心的子弹 温柔的子弹 侧引的子弹 吃斋念佛的子弹 你们的飞行再慢一点吧 你们让鱼的子民 卧倒在地上后再前进吧 你们不要让他们的血 弄脏了你们的身体 你们这些圣洁的子弹 但 戏台上那些愚笨的乡民们 不但不知道卧倒在地躲避子弹 反而是仿佛 是竟然是迎着子弹扑了上来 炙热的火红的弹丸钻进了他们的身体 他们有的双手朝天挥舞 张开的大手好像要从树上揪下叶子 有的捂着肚子跌坐在地上 鲜血从他们的指缝里往外流淌 戏台正中的一猫的身体连带着凳子往后变倒 他的歌唱断绝在他的喉咙胸腔 德国人的第一个牌子腔 就将大部分的演员打倒在戏台上 赵小甲从柱子上滑下来 傻愣愣的四处张望着 突然他就明白了 他捂着脑袋朝后台跑去 放枪了 杀人了 于想 德国人没把攀爬在柱子上的小甲当成射击的目标 可能是小甲身上的刽子手攻服救了他的性命 在过去的几天里 他可是众人注目的人物 放第一个牌子枪的德国士兵退到了后排 来到了前排的德国士兵 齐齐地举起了枪 他们的动作迅速 技术熟练 似乎是刚刚把枪拖起来 鱼的耳边就是第二排震耳欲聋的枪响 似乎他们在拖枪的过程中就扣动了扳机 似乎他们的枪声 未响 戏台上的人们就中了子弹 戏台上已经没有了活人 只有五颜六色的鲜血在上面流淌 台下的群众终于从猫腔中苏醒过来 鱼的可怜的子民啊 他们连滚带爬着 他们你冲我撞着 他们鬼哭狼嚎着 乱成了一团 鱼看到升天台上的德国士兵都把枪放了下来 他们的漫长的脸上都带着一种阴凉的微笑 就像乌云密布的寒冬天气里 一线暗红的阳光 他们停止了设计 于心中又是一阵莫名的悲喜交集 悲的是高密东北乡的最后一个猫腔班子全军覆没 喜的是德国人不再开枪射杀逃亡中的百姓 这是喜吗 高密至限啊 你心中竟然还有喜吗 是 鱼的心中还有喜 大喜 冒枪班子的血混合在一起 沿着戏台边缘上的木槽流到了翘起在戏台两脚的木龙口里 这里原是排泄雨水的地方 现在成了血口 两股血喷出来 淋漓在戏台下的土地上 那血排泄了一会儿就渐渐的断了流 一大滴一大滴一大滴的 珍重的沉重的 一大滴一大滴 珍重的沉重的 是天龙的眼泪呀 是 百姓们逃亡而去 现场留下了无数的鞋子和被践踏的不成模样的猫衣 还有几具被踩死的尸体 鱼死死地盯着 那两个滴血的龙头看着他们往下滴血 一大滴一大滴一大滴 滴滴大滴 滴 不是血 是天龙泪 是 当八月十九日的大半个月亮 在天上放射荧光时 鱼从县衙里回到了轿场 鱼一出 衙门 就吐出了一口鲜血 满嘴里的星天 仿佛是吃了过多的蜜糖 老爷 你们不要紧吧 老爷 没事吧 你们 你们为什么还跟着我 滚 滚 你们不要跟着我 老爷 老爷 听到了没有 滚 赶快离开我 滚得越远越好 你们不要让鱼再看到你们 如果你们再让鱼看到你们 鱼就打断你们的脊梁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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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糊涂了吗 鱼从刘浦的腰间拔出了腰刀 对着他们 刀刃上反射着月光 含光闪闪闪闪闪 爹死娘嫁人 个人 个人 个人顾个人 如果你们还顾念几年来的情谊就赶快地走 等到了八月二十日之后 再回来收我的尸体 鱼将腰刀甩在地上 行装回你的四川去吧 回去后隐姓埋名 好好看护你父母的坟墓 再也不要与官府战变 伯父 他一声伯父 沉动了鱼的九曲回肠 与热泪银矿挥了挥手 去吧 好自为之 去吧 这里没有你的事情 伯父 于智这几天反复思量 心中感到十分惭愧 伯父落得如此下场 全都是因为于智的过错 是我化妆成您的模样 抛去了孙炳的胡须 才使他离开了戏班 与小桃红成亲生子 他如果不跟小桃红成亲生子 就不会棍打德国祭司 他不棍打德国祭司 就不会有后来的麻烦 糊涂的先知 其实是命该如此 与你没有关系 鱼早就知道 是你薅了孙炳胡须 鱼还知道 你是遵从了夫人的指示 夫人 是想用这个方法 记起孙媚娘对鱼的仇恨 免得他跟于发生苟且之事 鱼还知道 你与夫人设计 在墙头上摸了狗屎 鱼知道 你与夫人生怕 鱼与民女友情损毁了官生 影响了前程 但鱼与那孙媚娘 是三世前的冤家 在此相逢 不怨你 不怨他 谁都不怨 这一切全都是命中注定 伯父 千中小侄一败 就此别过了 贤侄 鱼一人朝通德教场走去 刘浦在后面低声喊叫 伯父 鱼回头 伯父 鱼走回到他面前 你还有什么话吗 于是要去为为父报仇 为六金子报仇 为雄妃叔父报仇 也为大清朝 捡出隐患 你要去赐他 你的决心已经下定了吗 他坚决地点点头 但愿你比你雄妃叔父 有好运气 贤侄 鱼转身向通德教场走去 再也没有回头 月光照耀着鱼的眼睛 鱼感到心中簇拥着无数的含苞待放的花朵 一朵绽放 就是一具能够翻花起浪的猫腔 猫腔的虽然悠长 但是节奏分明的旋律在鱼的心中回响 使鱼的一举一动都踩在了板眼上 高密线出崖来 悲情万丈 秋风凉月光光 亘古响亮 月光照在鱼的身上 也照在了鱼的心上 月光啊 多么明亮的月光啊 鱼平生没有见过这般明亮的月光 鱼再也看不到这样明亮的月光了 鱼顺着月光往前看 一眼就看到了夫人面色如指 躺在床上 夫人她凤冠狭配 穿戴齐整 一只遗书放在身旁 皇都陷落 国家败亡 一族入侵 猎土分疆 世寿黄恩 浩浩荡荡 不敢苟国 猪狗牛羊 忠臣殉国 猎父殉夫 千秋万代 一枚流芳 窃身先行 叛君跟上 乌乌 乌乌 哑哑 黯然 神上 夫人啊 夫人你声名大义 夫都殉国 为鱼树立了光辉榜样 鱼死意一绝 不敢苟活 但鱼的事情未了 死不明目 请夫人望香台上暂等候 待为夫把事情办完了 与你一起见仙皇 叫场上一片肃木 月光如水 泄地无声 空中闪动着猫头鹰和蝙蝠的暗影 叫场边角上闪烁着野狗的眼睛 你们这些石斧弹性的强盗 难道要吃人的尸体吗 没有人来给鱼的子民收拾 但是他们就这样 亮在月光下 等待着明天的阳光 袁诗凯和克罗德在鱼的县衙里 饮酒作乐 扇馆里煎炒烹炸的锅子滋滋作响 难道你们就不怕鱼把孙炳杀掉吗 你们知道 如果鱼想活 孙炳就不会死 但是你们不知道 鱼已经不想活了 鱼就要追随着夫人去殉大清国了 孙炳的性命就要终结了 鱼要让你们的通车典礼 面对着一片尸首 让你们的火车从中国人的尸体上隆隆开过 鱼脚步亮枪地爬上了升天台 这是孙炳的升天台 是赵甲的升天台 也是前兵的升天台 升天台上高挂着一盏灯笼 灯笼上写着高密县正堂 于看到还有几个牙抑无精打采的站在台边 用双手煮着水火棍子 宛如泥藕木人 在灯笼的下方 支起了一个烧木柴的小小火炉 火炉上坐着一个熬中药的罐子 罐子里蒸汽鸟鸟散发出人参的方向 赵甲屈膝坐在火炉旁边 火光照耀着他狭窄的黑脸 他用双手抱住膝盖 下巴也搁在膝盖上 他的目光专注地盯着细小的火苗子 好像一个沉浸在幻想中的儿童 在他的身后 小甲背靠着台上的立柱 梳开着两条腿 腿缝里夹着一包羊杂碎 他把羊杂碎夹在芝麻火烧里 旁若无人的大吃大嚼 孙美娘依靠在与小甲斜对着的那根立柱上 她的头歪到一侧 凌乱的头发遮掩着她的脸 看起来像个死人 往日的风采荡然无存 隔着一层薄薄的纱布 鱼看到了孙炳模糊的脸 他低沉的呻吟声 告诉鱼 他还在苟延残喘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臭气 召来了成群结队的猫头鹰 他们在空中无声无息地盘旋着 不时地发出凄厉的鸣叫 孙炳啊 你早该死了 喵 喵 你们猫腔感慨万端 含义复杂的喵屋之声 竟然从鱼的口中奔突而出 喵 喵 孙炳 都愿于昏溃糊涂 心慈手软 瞻前顾后心存杂念 没有识破他们的诡计 让你活着充当了他们的吊儿 又一次毁了高密东北乡 记忆失调性命 断绝了猫腔的种子 喵 喵 鱼唤醒了那几个煮着棍子打盹的牙医 让他们回家休息 都回去吧 这里的事情本县自有安排 牙医们如释重负 生怕再把他们留住似的 拖着棍子跑下台 转眼就消失在月光里 对鱼的到来 他们毫无反应 好像鱼只是一个空虚的黑影 好像鱼是他们的一个帮凶 是的 到目前为止 鱼的确是他们的一个帮凶 鱼正在考虑 先把刀子刺到哪个的身上时 赵甲捏着药罐子的提凉 将参汤倒进了黑碗 儿子 吃饱了吧 没吃饱待会儿再吃 帮着爹先把参汤给他灌上 二 小甲顺从地站起来 经过了白天的变故 这个家伙身上的喉气 似乎减少了许多 他裂开嘴对于笑笑 然后上前撩开了遮掩 席龙的白纱 显出了孙炳 干扮了许多的身体 鱼看到他的脸小了 眼睛变大了 胸脯两边的泪条 一根根的显出来 他的样子 让鱼想到了下乡时 看到的被恶作剧的儿童 绑在树上晒干了的青蛙 从小甲撩开白纱的那一刻开始 孙炳的头就晃动起来 从他的黑洞一样的嘴巴里 发出一些模糊的声音 让我死了吧 让我死了吧 鱼的心中一震 感到自己的计划更有了充分的理由 孙炳终于自己要死了 他已经意识到活着就是罪孽 赐死他就是顺从了他的意志 小甲将一个用牛角制成的 本来是用来给牲畜灌药的牛角漏斗 不由分说地插在了孙炳的嘴里 然后他就将孙炳的脑袋搬住 让赵甲从容地将身躺一勺勺地灌进他的嘴里 孙炳的嘴里发出呜噜噜噜噜的声音 他的喉咙里咕咚咕咚地响着 那是身躺正沿着他的喉咙进入他的肚肠 怎么样啊 老赵 他能活到明天上午吗 小人担保 赵姥姥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啊 能把活做成这样 离不开大人的支持 小人不敢贪天之功 赵甲 你不要得意太早 依我看 他活不过今夜来 小人用性命担保 如果大人能够再提供半斤人参 小人还能让他活三天 鱼大笑着 万耀从薛筒子里抽出那柄锋利的匕首 纵身上前 往孙炳的胸膛刺去 但鱼的匕首刺中的不是孙炳 而是小甲 他在危急的关头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孙炳的身体 鱼刚把匕首拔出来 小甲的身体就软绵绵地坐在了孙炳脚前 他身上溅出来的热血 烫痛了鱼的手 我的儿子啊 赵甲将手中黑碗朝鱼的头上砸过来 碗里滚热的参汤散发着香气 淋到了鱼的脸上 鱼也不由自主地哀鸣一声 声音未落 就看到赵甲拱起腰像一头凶猛的黑豹子 对着鱼撞过来 他的坚硬如铁的头颅 撞中了鱼的小腹 鱼双手挥舞着仰面朝天 跌倒在了高台上 接着 赵甲就顺势骑在了鱼的身上 他的那双看起来柔弱无骨的小手 竟然像鹰爪子一样 卡住了鱼的咽喉 与此同时 他的嘴巴在鱼的额头上 呱唧呱唧地啃咬起来 鱼的眼前一团漆黑 心里想挣扎 但双手就像死去的枯枝 就在鱼看到了 站在高高的望香台上的夫人七处的面孔时 赵甲的手指突然松开了 他的嘴巴也停止了啃咬 鱼曲起膝盖将他的身体顶翻 艰难地爬起来 鱼看到赵甲侧歪在地 背上插着一把匕首 他的瘦巴巴的小脸在可怜地抽搐着 鱼看到 孙媒娘目呆呆地站在赵甲的身体旁 惨白的脸上肌肉扭曲 五官挪位 一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月光似水 月光如银 月光是冰 月光是霜 鱼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月光了 鱼顺着烂漫的月光看过去 似乎看到了刘家的贤侄 为了他的父亲 为了六君子 为了大清朝 突然出现在袁世凯的面前 像鱼的射地一样 拔出了两支闪闪发光的金枪 鱼头昏脑胀地站起来 对着他伸出了手 美娘 我的亲人 他却嚎叫一声 转身往台下跑去 他的身体看起来如同一团败絮 轻飘飘地失去了重量 鱼还用得着去追赶他吗 不用了 鱼的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 在另外的世界里 我们迟早会团聚 鱼从赵甲背上拔出了匕首 用衣服把上面的血擦干 鱼走到孙炳的眼前 借着灯火和月光 灯火昏黄 月光明亮 看清了孙炳神色平静的脸庞 孙炳啊 鱼做过许多对不起你的事 但你的胡须的确不是鱼好的 鱼诚恳地说着 顺手就将匕首刺入了他的胸膛 他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了灿烂的火花 把他的脸灰映得格外明亮 比月光还要明亮 于看到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来 与鲜血同时涌出的还有一句短促的话 喜愿完了 有道士 大清实在不太平 孙炳打鬼 杨美鸣 赵甲畜生要人命 小甲虎须看不清 没娘除害 救孙炳 共谱这段 谈香刺 弹香刺